好,我们再看到美国的政权交替的过渡期 传出拜登政府最快在下周公布对中国的新出口管制措施 将拥有多达200家的中国晶片公司受到影响 显示华府还是致力于推动打击中国的取得半导体管道的计划 那与此同时呢,欧盟官员也透露了 欧盟与中国的电动车关税讨论接近达成了协议的阶段 中国将会承诺向出口至欧盟的电动车定下最低价格的机制 来看看国际消息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的媒体提到了川普 确定提名了知名的避险激进投资人亿万富豪贝森特 担任了财政部长 贝森特曾经在长春藤的名校任教是川普的经济顾问 他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专栏中表态主张税增以及税改 还有促进银行贷款和能源生产 川普任命贝森特呢,引发了华尔街密切的关注 因为川普计划用关税的手段重塑全球贸易的生态 可能会对银行业和能源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再来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呢 还提名了76岁的麦玛宏出任教育部长 他曾经是世界摔角娱乐的创办人 被知名的摔角选手狠狠摔在地上的这个影片现在也曝了光 站在职业摔角选手面前狠狠甩一巴掌 这位金发大妈就是世界摔角娱乐WWE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麦玛宏 而他即将迎来新身份美国教育部部长 消息一出网友就挖出他曾经跟知名摔角选手凯恩对峙的影片 凯恩还对他使出经典墓碑压顶摔娱乐效果满分 当时川普还是实境秀明星 他现身摔角狂热节目中 直接在实况转播上把麦玛宏的先生头剃光炒热话题 两人也因此结识 而麦玛宏的摔角背景看似跟教育八杆子打不着 事实上麦玛宏曾担任康州的教育委员会成员 而他也透露自己小时候志愿就是当老师 但是麦玛宏曾遭指控儿童性虐待 说他跟他先生在知情的情况下 纵容WWE员工对多名儿童性剥削和诱拐 最年轻的只有13岁 父亲两人也在声明中表示 他们容忍这名员工怪异不自然的兴趣 但是律师否认指控 不过麦玛宏并不是第一个丑闻缠身的提名人选 前佛州众议员盖茨被提报跟未成年少女 言交还开毒品吧等不当行为 在丑闻风暴下盖茨宣布退出司法部提名 而川普道谢过后转头宣布新的司法部长人选 金房美魔女邦迪 而盖茨对这位新人选表示 他拥有精湛的法律知识 会是个出色的司法部长 北韩于日前举行了国防武器展 展示了洲际弹道飞弹 极音速飞弹 火箭炮和无人机 金正恩在演说中批评了美韩同盟 指控美国扩大了核同盟 并警示核战争可能因此一触即发 分析师认为 这是给川普上任前的一记下马尾 战斗机飞过现场 拉出北韩国旗三色烟幕 金正恩亲自现身平壤国防武器展 展示洲际飞弹 极音速飞弹 火箭炮与无人机 他在演说中批评美韩军演 指责美国扩大核同盟 导致朝鲜半岛危机空前 警告核战一触即发 北韩的军工业发达在金正恩与普丁 关系越来越密切之际 提供了俄罗斯军火攻击乌克兰 北韩除了提供武器支援 还派兵一万多人进入俄罗斯 南韩表示俄罗斯因此回纵 北韩包括防空武器S400和卫星技术 另外有报导指出一名北韩高阶将领 在空袭中受伤 这是北韩军援俄罗斯之后 首位传出伤亡的高层 川普曾和金正恩举行川经会 但美朝和谈已失败告终 川普在第二任期上任前 宣布任命黄之翰为首席国安顾问 黄之翰曾任国务院副助亲 是川经会的推手 他是华裔 太太则是台裔第二代 他曾于2018年访台 与时任总统蔡英文会面 并胜赞台湾市民主典范 而此时他获得川普任命 显示川普希望恢复 与北韩对话 解决朝鲜半岛紧张情势 记者综合报道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扑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 全焦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